人 不要笑 現在是錢買了 錢買了嗎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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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錢 啊 不對 各位 大家好 我是Den 2000年播放 由從野狗聰森文斌主演的經典韓劇 考慮東網 大家有看過嗎 這部戲當時紅遍了整個亞洲 讓從野狗聰森文斌三位演員 一舉成為韓劉巨星 真的是一部快智人口的作品 但是最近有航母網友們發現 這部戲有幾個非常幽默的地方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聰森是美術系教授 從小就學習美術 並在美國主修美術 但是劇中年齡設定有點勉強 24歲當教授 雖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先這麼過去 在打掃工作室時 男主想從女主口中聽到 自己看起來很年輕的話 於是就裝天真的問 你知道剛才那些大學生說我什麼了嗎 怎麼可能知道又沒有選項 善良的女主只是默默地聽著 因為女主沒有說出她想要聽的話 於是男主明確地提示她 怎麼樣 我真的看起來很年輕嗎 才沒有呢 看起來很老 一下子就變老了 呵呵呵 慌張的男主 什麼 之後男主將女主的正一幕畫了下來 畢竟她是美術教授 肯定畫得非常好 吻別愛從曾恩的未婚妻是朋友關係 而且他們兩個都很會畫畫 學美術的男人們 一旦有了喜歡的女生 就一定會畫他的畫 那麼群策一定給你畫了很多畫吧 沒有 兩人雖然訂了婚 但從頭到尾都是未婚妻單方面的喜歡 他明知道男主不喜歡他 但即便如此 他也想和他在一起 來到男主工作室的未婚妻 偶然看到了男主畫的畫 從未給未婚妻畫過畫的男主 他畫的女人是誰呢 因為這件事未婚妻很生氣 當男主準備提出分手時 傷害著男主的未婚妻卻不想分看 在劇情進入後半段 悲傷達到最高潮的時候 本來是非常令人傷心的情節 但很多重看這部戲的人 都沒能完全投入 這是因為 看到這份眼鏡了嗎 眼鏡的後面支架 不是應該掛在耳朵上嗎 第一次看到掛在太陽穴上的眼鏡 當時看那部劇的記憶一下子湧上來了 我也是在同樣的地方 無法集中注意力 線條可以簡單 但那臉部勾心也太過分了吧 克克 這種話應該找專業人士話才對 難道是為了省錢交給了新手嗎 可能是他的名字叫教授吧 卡爾東是我的人生劇 我已經重刷了好幾遍 難道是我太投入了嗎 一次都沒對那些細節產生過疑問 我一直忍著 結果在眼睛那裡破功了 當時大家應該都只顧著看演員們的臉 可能沒注意到其他細節 很有可能 不過 啦